俗哥说电影,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日本的奇幻动作票的刺身 影片一开场 小时候的黑奇异户跟他妈咪冷淡水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这个时候他看到一小萝莉正站在河边发愣 这小萝莉可不是烦人 回眸一笑,黑奇异户当时就被吓叫 而他妈咪冷淡水也很快叫了换票 多年后,黑奇异户已经长成了一大小伙子了 这哥们不仅有火箭鬼的能力 而且为人正直,爱打包无评 由于三个龙套把献给在交通事故中丧生的孩子的香花给蹂躏 因此被黑奇异户给胖揍了一顿 黑奇异户说乖,别瞎溜的,赶快去转世投胎 黑奇异户的爹地忧郁叔是个中感情的人 老婆死了那么多年,他一直没有去写 黑奇异户的两个妹妹虽然是来打酱油的 但这两个小萝莉都非常的卡哇伊 黑奇异户刚回到自己的房间 拿着斩破刀的朽木路奇亚团出现 把这哥们吓一跳 黑奇异户说大妹子,你是什么时候死翘翘啊 这朽木路奇亚也没说话 抽出斩破刀指向了鬼魂炮灰户 炮灰户说我不想去地狱 到了那边净收起 朽木路奇亚说大哥你别怕 你要去的是失魂界 条件比地狱强多了 随着五毛特效都出现 炮灰户很快就消失不见 黑奇异户说你这个幽灵别在我家捣乱 赶快会滚蛋了 朽木路奇亚射尾一发功 就把黑奇异户捆了个阶级实实 朽木路奇亚说我不是幽灵 我是死神 黑奇异户说你别会有人 而就在这个时候 黑奇异户的妹妹游子被怪物给掳走了 没有一点点的预兆 把所有人都瞎叫 黑奇异户拿着球网追到了家上 看到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怪物 怪物说年轻人 我想要你的灵魂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朽木路奇亚其实赶到了 把游子给救了 朽木路奇亚说你能看见虚 说明你的灵压一定很高 虚就喜欢吃像你这种灵压高的灵魂 接着是朽木路奇亚和虚的一场肉搏战 由于对形势严重估计不足 朽木路奇亚一巴掌过去 便造成了伤敌八百自损一切的严重恐怖 朽木路奇亚说我受伤了 现在我必须把内力传给你 让你变成死神 因为能打败恶灵虚的只有死神 不然他会吞噬我们所有人的内魂 随后朽木路奇亚把斩破刀 刺入了黑奇异户的胸口 把能量传了过去 成为实骑死神的黑奇异户 拿着那把大号的斩破刀 只用了一招就让我临续报了交 第二天那一早 黑奇异户从噩梦中醒来 他刚开始以为之前的那些 只不过是一个梦 他妹妹说 昨晚一辆卡车不请自来的 把咱家撞出了一个大洞 你说这个怎么弄啊 女生大眼妹惦记黑奇异户 可不是三两天的 一看到自己的男生 就爱不释手浑身发脏 当黑奇异户正在跟同学们 瞎分析的时候 朽木路奇亚乔装装 打扮成转校生出现 朽木路奇亚说 只有死神才能回到失魂境 我把能量都传给了你 我现在回不去了 本来我打算传给你一半 结果全被你给吸走 黑奇异户说 我哪像死神 朽木路奇亚说 你肉体之下的灵魂 已经变成死神了 你现在可不是一般人了 本来朽木路奇亚 打算拿回自己的能量 可由于黑奇异户的 身体太趋 灵压太低没能入院 因此黑奇异户只好被迫 代替朽木路奇亚 做起了死神的工作 朽木路奇亚说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灵魂 一种叫整 是普通的灵魂 另一种叫虚 是那些带着怨恨死去的灵魂 他们会吃人的灵魂 死神有两个任务 第一个是让普通的灵魂 前往失魂界 第二个就是用斩破刀消灭虚 甭管是肾虚心虚还是空虚 资药人一出现 都必须让他们领害犯 黑奇异户说 我不干 就把你的内力拿走得了 朽木路奇亚说 你现在的灵压太低 我要是拿走你的内力 你当场就在这儿子屁 黑奇异户说 那怎么才能提高灵压呢 朽木路奇亚说 消灭虚可以提高灵压 通过修行来让身体承受高灵压 由于朽木路奇亚 兜里蹦子没有 而且没什么症 因此只好每天 睡在黑奇异户的一位 接下来 朽木路奇亚开始对黑奇异户 进行严酷的训练 把这哥们揍得是鼻形脸肉 累得跟孙子似 转过天 朽木路奇亚来到了浦原商店 店老板浦原喜祝 可是个牛逼的人物 这哥们以前是 护庭十三队之十二番队队长 兼技术开发局的敌人局长 后来因为救助好 就有瓶子真子 而被逐出了石魂剑 浦原喜祝说 死神把力量给人类 那可是死罪啊 你抓紧时间吃点好的吧 由于怀疑自己的阴魅 把能量传给了人类 朽木白灾派手下练刺 去找朽木路奇亚和黑奇异户 到了晚上 黑奇异户被练刺给打入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黑奇异户被隐 藏在暗处的石田羽龙给救 这石田羽龙表面上 是黑奇异户的同学 但真实身份 却是跟死神 有不共戴天之仇的灭血师 石田羽龙说 我活着的目的 就是为了消灭须和杀我族人的死神 你现在是代理死神 所以我要跟你决斗 这二位刚准备动手 蜘蛛须突然出现 眼瞅着黑奇异户要领户 突然被赶来了练刺给救了 练刺说 就你这水平还代理死神 甭点丢人 练刺刚想对黑奇异户动手 突然被朽木鲁奇亚给拦住 朽木鲁奇亚说 你来这干啥 练刺说 带你回去请罪 顺便杀了夺走你力量的人类 两人正僵持的时候 朽木鲁奇亚的义凶朽木白斋出现 这哥们可不是一般的辞职 乃是互听十三队之六番队队长 四大贵族之一 朽木家的第二十八代当家 朽木白斋说 你为啥要违反规定 你不要命了 朽木鲁奇亚说 我当时如果不把力量给他 我就会被虚给吃掉 本来想给他一半的 没想到全让他夺走了 朽木白斋说 欠你在下次满月之前 把力量拿回来杀了这次 此时的朽木鲁奇亚 已经对黑奇异户产生了感情 让他杀自己的心上人大他能干 于是便去找朽木白斋说起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找不着朽木鲁奇亚的黑奇异户出现 双方很快达成了协议 自要是黑奇异户能消灭即将出现的虚 朽木白斋就放下来了 朽木鲁奇亚说 这个空虚我们已经追捕了54年 他比那些什么肾虚心虚的力量 都要强大 很不好对付 虚的弱点在额头 甭管是哪种类型的虚 自要是击中额头都会当成嗝皮 原来这个空虚不是别人的 正是黑奇异户小时候 遇见那个小女孩的灵魂 在黑奇异户的妈咪记着的这点 一家人上山败子 这个时候空虚趁虚而入 把两个小萝莉都祸住了 黑奇异户一看那能干吗 拎着斩破刀就要跟空虚来一场入国战 双方是你有来权我有去招 打的是不可开调 最后在灭雀石石田羽龙的携手下 终于把空虚给消灭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炼刺居然背后下刀的把石田羽龙给杀了 朽木白斋说 死神绝不能跟人类缠练感情 赶快给我杀了这孙子 以前的事我就不跟你计较 那朽木鲁奇亚能答应吗 朽木白斋一看自己的异媚不听劝 于是就打算让两位一起来靠犯 紧接着是黑棋一户跟炼刺的一场大战 两人掐了半天谁也没占着便宜 朽木白斋在旁边一看怎么这么麻烦 于是便亲了动手 虽然朽木白斋的功夫高 可黑棋一户的生命令居然比蟑螂还顽强 前前后后来的三刀都没有饼屁 简直就是奇迹 影片的最后 朽木鲁奇亚为了保护黑棋一户 违心的向朽木白斋承认的错误 然后不情愿的跟着一兄回到石棍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惹唐诗压经 如果长得足够帅 死神也会把你爱 自古以来都看脸 这也没啥好奇怪